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的單元 今天跟大家講的是一個很小很小的東西 但這個東西呢 如果你喜歡點滴法的話 會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因為點滴法 事實上是一個有一點點 技術門檻的手法 一來你可能要控制好你的給水成為點滴狀 而且不能過分的斷水 可能要順順的 二來你的手沖壺 可能必須符合做出點滴狀的弧嘴 以及重量 不然的話你做點滴法就會有點困難 那今天學長跟大家介紹的東西是什麼呢 是這個 蜂鳥點滴套件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很可愛的外包裝 上面有一支蜂鳥 那這個蜂鳥點滴套件是日本進鋼線 一家很有名的咖啡烘焙工作 這叫做IFNI Rosted生產的 那這家公司除了生產蜂鳥套件之外 它之前有一個產品是大家更為熟悉的 那就是富士山濾杯 如果各位常去日本的話就會知道 進鋼線其實在東京的旁邊 那中間就隔著就是富士山 所以IFNI這家公司就做了一個富士山濾杯 那蜂鳥套件算是比較小眾的商品 但是像使用過一次以後真的覺得非常非常的好用 那蜂鳥點滴套件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外包裝 其實很簡單就是這樣 然後裡面其實就是一個 這樣的一個小小的零件而已 小小的零件 讓你看到很可愛的咖啡豆 雖然蜂鳥點滴套件是個小東西 但是在技術上面還是有一些巧思去設計的 比如說第一個部分是這個前面這個導流片 它的長度還有寬度還有角度 這些東西如果設計的不好 其實並不會幫助你點滴 而是會讓你的點滴很不順暢 而且另外一部分就是 如果它設計的太窄或是太長的話 你可能可以點滴但是後半段的 你想從點滴換成小水柱 或是中水柱的時候就會不行 這蜂鳥點滴套件有趣之處就是 除了它很可愛之外 就是它的這個檔片 它的設計的長度角度還有寬度 都是對於學長來說都是非常好用的 那當然還有很可愛的一點 就是它上面做了一個 咖啡豆的形狀的一個造型物 我們來把它裝到手沖壺裡面看一下 我們用飛老壺來試試看 飛老壺是一把非常非常好用的壺 它的給水亂度非常好 但是大部分的飛老壺在點滴上面的難度 是非常高的 也因為它設計的關係 所以一般來說學長是不鼓勵大家用飛老壺做點滴 但是如果你很喜歡你的飛老壺 但是又想點滴怎麼辦呢 就可以考慮使用蜂鳥套組合 可以看 放進去的時候會這樣卡住 這樣是不能使用的 要用力把它塞到壺嘴裡面 形成一個這樣的狀態 這樣的狀態的時候 我們做點滴就非常非常容易使用 這些全部都是日本手工打造的 所以它的造價都會比較貴一點點 但是其實搭配你的很好看的手沖壺的話 是還是無有所值的 那我們可以大概了解它的概念以後 我們待會會為各位示範四個不同的手沖壺 我們來看看在不同的手沖壺之下 它的點滴效果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使用蜂鳥的點滴套件 來測試一下各個壺的點滴狀況 首先我們先使用我們學長很喜歡的 迷你版的飛龍 套子我已經裝進去 我們來試試看 稍微傾斜一點點 找到了找到角度了 可以看到我的點滴狀況 一顆一顆的 很好控制很好找 飛龍迷你在使用這本點滴套件的時候 真的是做點滴法超級簡單的 這些角度很好抓 然後你要快一點的話也可以 收點滴速度快一點 還是一顆一顆的很漂亮 要慢一點也可以 一顆一顆的 角度要抓一下一下 一顆一顆的很非常的輕鬆的控制 OK好 所以飛龍迷你完全沒有壓力 好接下來我們就用第二把好了 我們用第二把是卡莉塔的這個鶴嘴骨 特別準備一把鶴嘴骨 因為鶴嘴骨要做點滴呢 其實難度也是蠻高的 然後鶴嘴的嘴巴很大 可以看一下我這個套件 只要輕輕的放下去就直接下去了 好那我們現在要測試卡莉塔的鶴嘴 好我們來試一下 角度好找到角度了 還是要找一下角度啦 雖然是用點滴套件呢 你的難度會降低非常的多 但是呢其實每一把鶴 還是要找一下角度的 OK好 可以看得到我的水珠 還是比剛剛的飛龍壺 比較起來是比較大顆一點的水珠 因為畢竟還是大壺嘴的壺 OK 也是很好很容易做 好 OK沒有問題 點滴狀況 好我已經越來越熟練了這個 這把鶴的點滴 好那我們接下來試第三把鶴 第三把鶴 也算是大家很痛苦的一把鶴就是 雲朵鶴 雲朵鶴一般來說要做點滴法 真的是非常的困難 哈利爾的雲朵鶴 好鶴嘴呢你看剛開始 放進去一點點 稍微往下塞一點點 好塞到底 OK 好我們來試試看 角度巧一下 好 OK 好這個位置很好 可以看到雲朵鶴的點滴狀況也是很輕鬆 就可以做好點滴了 OK 效果也是不錯的 因為雲朵鶴做點滴真的是 一般來說真的是會要人命的 OK好 最後呢我們用 一般大家都覺得最難的就是 Felo的EKG的C6 剛剛用的是沒有加熱底做的 正常版的Felo Minimum 現在用EKG EKG的重量呢 一來也是比較重 所以一般來說做點滴法呢 當然是比較辛苦一點 OK好 做法很好 非常的適合用來做點滴 你看 點滴的狀況很舒服 好 OK好 非常的好 真的是簡直是為Felo弧而設計的 OK 好 大家都看得出來 齁 其實四把弧呢都可以 就是原則上 嘴巴大一點的時候 的狐呢 還是要稍微自己控制一下角度 中口徑的狐呢 它在點滴的時候 非常非常的好 OK 好最後我們使用Felo弧來做的點滴法 好 那我們現在就使用Felo EKG的溫控狐 搭配我們的蜂鳥點滴套組 來做一次點滴 然後粉呢 比平常手沖的研磨度 稍微細一點點就好 不要細太多 因為我們待會會用點滴法 它是用很多次的斷水的概念 一滴一滴的 所以你磨得太細的話呢 味道會很苦澀 或是過分濃 所以 磨細一點點就好 OK 好 準備好我們蜂鳥套件 然後水溫呢 我們今天用91度左右 91-92度 好 把我們的蜂鳥套件呢 放進我們的溫控壺裡面 好 插緊 好 開始 那剛開始我們點滴呢 前面兩分鐘 目標是60-80cc 可以看到我的控水的部分 其實很簡單 雖然非溫控壺呢 是一把相對來說呢 比較重的壺 但是呢 有了這個點滴套件的時候呢 難度會降低非常的多 好 我們只要 但是我們還是要 好好控制角度啦 它不是說你加上這點滴套件以後 你就可以眼睛閉著亂衝 不是 不是這麼一回事 你還是好好控制一下 你的給水的頻率 那麼目標呢 是 兩分鐘 大概60左右 所以呢 速度呢 也要控制好 好 不錯 吃水狀況 可以看到我們已經有一點點 蘑菇撞起來了 稍微把水滴快一點點 好 休息一下 吃水 好 繼續走 好 好 好 所以其實點滴的時候呢 也要特別注意 也不是光一直滴一直滴 你要觀察粉塵的膨脹狀況 好 現在1分鐘大概30cc 好 那吃一下水 好 繼續滴 好 現在1分20秒 40cc左右 跟我們的目標的C數 非常的接近 可以看到我的粉塵呢 不是點中間 但是我整個粉塵呢 都已經吃水了 在膨脹 膨脹的蠻高的 好 繼續滴 好 斷一下水 好 所以其實點滴法呢 除了你要穩定的給水之外 你也要觀察一下粉面的狀況 調整一下你的給水狀態 不然的話呢 你排氣不正常的話 也是不會好喝 好 最後了齁 我們現在1分55秒 59 cc 好 2分鐘整 63cc 是在我們的目標中 休息一下 然後呢 繼續給 剛開始 給小水 好 給小水 點滴套間呢 是可以給小水的 然後呢 把空氣挖出來 可以定得到齁 中間的空氣都排出來了 好 我們持續給小水 讓我們的水快速的穿過我們的粉塵 這樣子呢 你的後半段就不會過分濃厚 前半段濃厚 因為我們點滴法嘛 沒有關係 那後半段我們可以做清爽一點 所以這一段呢 中心注水齁 但是要控制一下 你盡量不要讓你的粉塵淹水 粉塵一淹水呢 就沒有那麼清爽 沒有那麼好喝了齁 所以我們要控制一下 我們的給水狀態 好 然後持續給 然後一直給到大約230 240的時候呢 我們就往外繞圈了齁 好 繼續給 中間齁 少繞圈沒關係 但是不要超過中間太多齁 好 230了 OK 順順的往外繞到它淹水 最後一段讓它淹水 OK 好 淹水以後呢 好 罐水讓整個液面呢 翻起來 浮起來 好 300多cc 收 OK 好 讓它稍微留個幾秒鐘 不要全部留完 好 那我們就要把我們的 就要把我們的 液面收起來 OK 好 這樣就完成了 點滴法 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手法 我希望大家呢 不要因為感覺起來 它的手法很困難 就放棄不學這個手法 這其實是很可惜的啦 那你當然可以選一把 可以點滴的壺 或者是你可以 購買這個 蜂鳥點滴套件 讓你的點滴 如有神助 相對來說 你就可以更輕鬆一點 就學會這個 非常好喝 非常優秀的 一個 充足手法囉 好的 那這就是今天 蜂鳥點滴套件的開箱內容 那如果各位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如果喜歡 學長的頻道的話呢 也請你訂閱學長的頻道喔 那我們今天的 學長開箱就到此結束了 謝謝大家囉 掰掰